那我就跟你講 三分鐘以後說這不算 你是發文 那我就不知道你政府機關 你事先都不協調的嗎 還是突然又變了 那為什麼突然會變呢 為什麼突然會變呢 這很奇怪嘛 那四星大學長說 玩笑開太大了 到底怎麼回事呢 怎麼會這樣轉彎呢 大陸學生也傻眼 說我們被猴子耍 我們本來還幫台灣講話 說台灣有台灣的考慮等等 而且陸生 我看有一個陸生講說 原來你一直沒有給我們進來 也就算 你突然說要給我們進來 我們好高興 突然又不給我們進來 那失望很大 的確 一直沒有也就算 兩百天 到現在兩百天不給他們來 那說給又不給了 境外生 明天要到教育部去抗議 抗議事情很多了 所以現在排除了五千個路上 那陸委會的講法是說 大陸最近在刁難 有幾個個案 對於大陸學生要來申請的 刁難不給他 還有國立大學說 不能用國立大學等等 我覺得基本上這樣 你既然開放就開放 至於大陸刁難 他就不能來就是了 大陸也很大 可能這個省市刁難 那個省市未必刁難 刁難就不來 但你至少表示 你開大門走大陸 人家大陸學生 要到台灣來念書 他不是只能來台灣 他可能地方都可以去 有些還怕沒有地方去嗎 只是對台灣覺得有好感 對台灣有信心 喜歡到台灣來 我們應該歡迎才對 而且這些學生來畢業 也不能在這邊工作 都要得回去 那如果你台灣給他 留下好印象 不是很好嗎 這比什麼國防預算 一年編三四千億 還有用 美國當年 當年美國最早的時候是 都給台灣學生機會 給台灣學生獎學金 後來不給了 都給大陸學生 為什麼 美國是笨蛋 他也希望這些學生這樣 就算一半回去 就算三分之一回去 回去也可以影響大陸 那你現在說 因為他刁難幾個個案 所以我們就全部關起來了 這就很奇怪嗎 江教授 這個法律跟公共政策一樣 都有普遍適用的原則 美國最近風起運動下 黑人的命也是命 那我們要改一下 大陸的學生也是學生 基本上受教權 這是一個普遍適用的原則 是一個普世的價值 那當然如果會這樣說法 或者教育部的說法 我們是覺得遺憾 私立大學 確實因為陸生沒有來 今年會面臨到 非常非常大的困境 今年高三生大一的學生 這個禮拜 大概就準備要來報到了 少了一萬八千名 陸生少了兩萬六千名 那如果連六千名 都不讓他來的話 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 突然教育部給我們紓困 要不然很多人活不下去 大學的命 教育部會給你們紓困嗎 目前看起來 沒有看到這個情況 就 куда說 就原本一位 有什麼東西 就什麼東西 我會想說 走路 走路